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了这么热闹,大家听出来了吧,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信众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两个词呢 第一,安拉被认为是穆斯林心目中的真主,世界的主宰 就说离我们最近的阿洪,阿洪是什么人呢 这样说吧,他就有点像这个传教师,或者说是牧师 是传播伊斯兰教的这个教师,就是老师嘛 这个阿洪呢,最早呢是十六时期 这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叫胡登州的一个人 他是我们陕西西安市咸阳卫城区皇家沟人 他现在的林墓还埋在这个地方 是他呢,将这个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金堂 上升成为学问,而不是民间流传啊,这样自然流传 可以说是就是金愿派 大家呢,把他叫做太师 胡登州,叫胡太师巴巴 阿里巴巴的巴巴啊,胡泰州巴巴 他呢,将这个穆斯林教上升成为 他涉及到哲学历史,以至于经济天文等等 而他最早是学的儒家,咱们今天就说这个阿洪 阿洪呢,在我的这个生命历程中 有两次最接近的这个阿洪 一次是就是近距离结束,就是阿洪本人 另外呢,一个是阿洪的后人 我们先讲这个和我走到最近的啊 进行了一次面对面对话的这个阿洪啊 他姓江,我就不说名了啊,俩字姓江 是甘肃民县人,在民县呢,有一个巨大的 非常漂亮的,甚至有点从图片上看啊 有点像那个沙特拉伯的那个麦加城 就是全世界穆斯林啊,去朝紧的地方啊 麦加城的那个建筑,那种典型的建筑 这可是不简单啊,在这个民县啊 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啊 从我拍的这段影像可以看出 他这个建筑啊,和旁边的这个村庄啊,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个信江的这个阿洪啊,就主持着这个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叫做明县啊,他是应该在明县嘛 明县白羊坡清真寺 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就围绕着这个白羊坡清真寺 还是回到2013年,民县刚刚发生了6.6级的地震啊 损失惨重 当时呢,几个一线城市的这个新闻记者啊 组成了一个调查团 我呢,受邀啊,随他们一起到了这个地方啊 这个调查团其中有两个人,我大家应该知道 一个是何曼,自身媒体人 还有一个就是何三卫 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何三卫 我们共同进行了这次旅程啊,在之后的这个片段里 倘若有这个视频出现的话,您会看到它的 在这之前呢,我们对阿洪啊,包括对这个伊斯兰教啊 我们都不知所云 你要说基督教啊,或者别的什么教啊 我们还实有耳闻 但是对穆斯林啊,对这个伊斯兰教啊 可就真是孤陆寡闻啊 这次呢,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近距离接触了这个 百扬坡清真寺的这个江阿洪啊 江阿洪呢,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他用当地人啊,最盛大的,最隆重的这个礼仪啊 就是蒸那个馒头啊,叫发糕吧 或者是锅馈,什么啊 就是面食啊,来招待我们 这对几个南方的记者朋友还有点不习惯 我是西北人,所以我知道啊 本地就是这种热腾腾的馒头 是最佳的这个招待客人的这个食品 从中啊,我能看出这个阿洪对我们的这个热情 令我们产生巨大兴趣的是这个阿洪啊 他是留过学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阿洪啊,是传播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 是传播伊斯兰教的这个教义的这个学者 应该说是啊,他说叫教师啊,就是学者 我们得知这个江阿洪啊,他是留学卖家的 令我们这个好奇心啊,大增 就有了我们以下的一些对话啊 他不仅仅要学士好,要品德好 对,大家要认可才可以 你还是去埃及能够写啊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家伙 我握下手,我在西安很崇拜 但是亲之大四,老去不去 三十多岁了 三十多岁了 四十五岁了已经 哦,四十五岁了 你是几岁开始学? 我是高中毕业 然后高中毕业,学了多少年就成了阿洪? 一般要十年 哦,你在国内学了多长时间 然后在国外去学了? 我在国内大概 学了八九年 我们处处过去是 那个专门是那个 教职人员批训的 哦,去的 这就是江阿洪啊 我们有机会啊 到他的隔壁啊 有一间小房子 意外的发现了几个眉目清秀的 典型的那个回民小伙子的那种形象啊 白脸,黑眼珠,皮肤很白啊 眉目,面目清秀 按现在讲的就是小鲜肉啊 这是我们感到意外的 更意外的是 这些孩子都不大 也就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啊 这个样子啊 有几个孩子 三个四个 他们正在读书 他们有一个宿舍在读书 我们说你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工作人员吗 您猜他怎么告诉我的啊 他们是阿洪 哎,我非常吃惊啊 阿洪本来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教职 他们这么年轻怎么能就是阿洪呢 再一个阿洪 按理说是一个人 怎么有这么多阿洪呢 在我们的追问下啊 他们也不善言谈啊 就吞吞吐吐那个大概意思我听出来 哎,就是我们将来有的会做阿洪 还有的呢,就做教会的工作 他这样说啊,我倒是理解了 从而呢,我们对这个阿洪啊 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啊 是学成的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也是第一次得知是这么一个原理 那你学多长时间 随便,有个人 随便 那每天有课 教授教掌去教你是吧 嗯 然后每天也是一堂课两堂课 按时间上是吧 考试不考试 考试 什么时候算是学成吗 那最后从事 毕业以后从事职业就是在教会 在这个教宗教这个机构里边 从业说 那个最低的职位是什么职位 你总不认识是阿洪啊 总之是 是不是 就是阿洪的职位 就是阿洪 那就是从小 这是活佛培养基地 他是培养专制人员的 那他是活佛啊 不是他阿洪啊 培养专制人员 不是专业人员 你刚刚说什么阿洪是吧 你怎么把你 不可能一毕业就是阿洪 你也吃 那就要捏的 不一定是阿洪 不一定是阿洪 那是什么 你刚刚说是阿洪 也就是阿洪 一直不是阿洪 一毕业就能是阿洪 一毕业就能是阿洪 一毕业成功的话就是阿洪 学得好还是怎么 学得后就是阿洪 那很年轻怎么 年纪 也可以 自己已经现身了是吧 他那辈子都做这个事 他肯定已现身了 教会 但是呢 他说他一毕业就是有当阿洪的 那个是靠资历的 你看这小子长得多乖 这小子 我留意到他那个宿舍里 两个小伙子这个宿舍里 床头放的课本 各种课本 其中既然还有英语课本 在这样边远地区的一个 这样一个宗教机构里 发现了这样一个智学的这个环境 确实令我大开眼界 他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学得好的 有可能将来就是阿洪 看来也存在着暗中的竞争 我们同行几位 因为都是新闻记者 见多识广 所以看了跟这个阿洪 江阿洪这个交谈以后呢 多有感慨 和三位啊就就建议啊 就说我们是记者啊 但是有心支持你们 就有了下面这一段对话 我觉得你啊 你现在你在 你们那里是影响的人 呃你们那些 下一代的教育 你可以多发出一些影响 对对对 该说话的神秘说话 不管汉语 还是阿洪语 就是都影响 你说话有人听吧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村 那个山中山那个 那个村子啊 嗯 问了很多人文嘛 你不叫他给我写个电话号码 他写自己电话号码都写不了 对对对对 看起来 人也很规矩 就是回米也长得很漂亮 也很英俊 英俊 这就是 不然 伊斯兰文也不认识 汉字也认识 我们这儿 他有点文女儿 一个12岁 一个15岁 还是文嘛 怎么办 改变一下这个情况 你跟政府交涉一下 帮他们 政府还是对教育非常值得的 但是我们这儿已经 那至少现在15岁 16岁 以下的人不准他们成文嘛 真的消灭了嘛 以前是不允许女儿 还是不学习的 这样 过去的人 他是一种老的一种观念 如果你 学汉文 以后呢 你就把 把这个 自己的这个信仰就忘掉 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来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 你相信外面有很 如果需要资金 外面肯定有人帮助 你你私家的影响 想一些办法 跟这个村里面啊 村里面沟通 16岁以下的小孩 都能去读书 都把他教去读书 需要钱 需要资金 需要多少 有多少人统计一下 需要多少钱 也可以报一下 我们发挥 一些 叫外面支持 因为刚才我看到那个 我了解的人 他已经39岁 他师弟中全文嘛 然后他那个 他两个小孩文嘛 这怎么办 两个小孩大约他15岁 那么我觉得他两个 他小孩12岁 他可以上学 我问他 我问他 我小孩愿意上学 我想啊 他现在把他上学 你愿意啊 我不愿意了 因为我大了 我不好意思 在家里做家务 听到这很伤心 你想 你上个高中 你后来学了阿拉伯文 你又上了 你去留学 这下来我们改变他们的命运 你觉得 你觉得 统计一下名字 教证 接下来呢 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那个 晋深的地方 晋深 我们叫晋深啊 人家未必叫晋深啊 出于对这个 伊斯兰宗教的陌生 我们也没敢放胆去问 甚至当说到 要去这个晋深的地方啊 去参观的时候呢 何曼还胆怯的问 我们能不能去呢 因为他是女性 后来这个穆斯林这个小伙啊 也就是未来的阿红啊 他告诉我们 这叫做静仪 干净的静 仪式的仪 显然就是做干净的仪式吧 望闻生意啊 那就是做干净的礼仪 他们只有在进行礼拜 或诵读古兰金 或者是举办圣大节日啊 举办什么活动的时候啊 要在这进行静仪这个仪式啊 这个阿红这个小伙子啊 就带我们去参观了 他们这个静仪这个地方啊 何曼呢 咱们这个女记者啊 还是出于尊重啊 却步了 没有跟进啊 我和和三位我们几个进去了 看到了这个场景 我们了解到这个静仪啊 分小静大静和带静三种 大家想起我们一般的这个小便大便啊 这种器官功能啊 也许就会直观的理解了这个意思啊 当穆斯林要举办活动 或者诵读这个古兰金之前呢 以示尊重尊敬啊 一定要进行小静 小静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首先就是要先冲洗这个夏天 下身 下身那就是大小器官 两个器官 大家明白了吧啊 两个器官要冲洗 冲洗过后呢 还要冲洗这个胳膊和胳膊肘 一定要过肘部 这个水一定要淹过这个地方啊 要擦洗 这是第二步动作啊 接下来呢 要洗脸 进口 刷牙 尤其奇特的是要禁鼻孔 哎 这怎么禁鼻孔我就不说了 谁都会 还要呢 用沾了水的这个手啊 来搓头 不是洗头啊 沾了水的这个手势势的啊 去搓头发啊 也就是一种禁吧 最后一步呢 就是要清洗双足 那您就可以理解为洗脚 哎 洗脚呢有讲究 一定要洗过这个脚踝骨以上 就小腿以下 要淹过这些地方 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啊 干干净净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啊 而且呢 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洗的部位啊 尤其这个蹊跷 鼻孔呀 胳膊肘呀 什么之类的啊 一些关节点啊 要洗三遍 哎 这是有严格要求的 要洗三遍 接着我们讲大劲 刚才是小劲 大劲啊 大劲就是在 哎 刚才这个小劲的基础上啊 上上下下经过那么一洗 在大劲期间呢 就要进行沐浴 全身沐浴 哎 这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就是在男女性骄 和孟姨 宜 宜金嘛 女性月金 和生了孩子 产后血净 就身上所流出来的血啊 都要洗净啊 这是一个规矩 这叫做大劲 尤其是啊 人死以后呢 更要进行一次大劲 您可以理解为是 就是彻头彻尾的洗去 这个人间的污秽啊 这叫做大劲 另外一个就是代劲 代劲 这是代替的代啊 代树的代 显然就是一种代替 代替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我想这个特别适合这个贫穷缺水的这个地方啊 当没有水缺水 在这种环境里啊 用干净的沙土 在上面拍两下 然后在身体的某些部位啊 大概就是指的是刚才所说的这胳膊肘啊什么之类的 头头发再拍两下啊 这就是代劲 这个大有点象征意味啊 象征性的清晰 最后呢 把那两只手上沾着灰土的这个手啊 再互相搓一搓 这就叫做代劲 穆斯林这三个镜啊 还是很讲究的啊 您看我们拍的他这个现场 这时候没有进行活动 所以我们有幸进去啊 拍到了这个景象啊 我们也问过啊 这个能不能公开呢 他说没问题 这是公开的 只是我们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您就不便来了啊 在明县白阳坡这个清真寺的这次近距离的接触啊 和阿红和年轻的阿红 还有这个清真寺的这个内部环境啊 近距离的接触啊 是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次啊 非常特殊的感受 当时我就问起这个江阿红啊 您这个建筑啊 这么漂亮的 和那个麦家城里边的那个新房 安娜住的那个新房啊 和那个新房就是大家都朝外嘛 据说那个朝外那个麦家城朝外啊 每年可以去四百五十万人 到这个麦家城去朝外 而麦家城在没有出现石油之前呢 全是靠的每年来朝景的这个人呢 的住宿啊 餐饮交通 这个费用啊 来创造GDP 他是这样 自从有了石油以后呢 麦家朝景啊 才降为第二收入 但是他的那个性重啊 是遍布全球 就连这个白阳寺清真寺的这个江阿红啊 他也告诉我说 在上世纪1989年啊 他从这个麦家留学回来啊 就被推举为阿红 就是教师串教啊 一直守到现在 而这样一个漂亮的寺院啊 我觉得简直就和那个麦家城那个广场 朝景广场啊 可以相媲美 他说呢 本地虽然还没有脱贫啊 那是2013年我们去的嘛 还没有脱贫 但是呢 这个寺院正立一个宏伟建筑 全是靠这个信众们啊 大家捐钱盖起来的 所以家阿红说 他有责任啊 把这个寺院维护好 哎 我今天说的这个阿红啊 是在一个最贫困的地方 而且是正后 百废待兴 就好像战争之后啊 我们看到以后呢 颇多感受 哎 这是我一生啊 禁局也是唯一的接触的一次阿红 我想说的第二个阿红啊 是阿红的这个家族 那是在2007-2008年啊 我那次往骑单车万里黄和行的时候 当走到这个甘肃省 就是还是甘南啊 甘肃省这个叫做甘沟邑的这个 这个地方啊 甘沟邑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独立电影导演王斌拍的那边 那部和凤鸣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主角啊 和凤鸣的家乡 和凤鸣温哥中啊 扁的乡下劳动啊 就是回到这个甘沟邑 甘沟邑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很漂亮啊 甘水甘甜的甘啊 那大家一定会联想到这个沟里一定有甘甜的吸水啊 或者什么啊 恰恰相反 甘沟邑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愿望 甘沟邑呢 就是古代的一个驿站 恰恰是旱沟 没有半点水 往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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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信息的这个 一马啊 一车啊 到这地方一个城堡里歇一宿 立刻赶路 没人愿意在这留恋 而我呢 骑自行车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 在街头认识了一个大爷 这个大爷已经80岁了啊 他呢就是一个阿红的儿子 也就是这一次啊 我应该说是第一次接触了阿红的家族啊 他的家族成员嘛 老人特别善良啊 他带我到了他家 热心的让我住在他们家 当然我骑自行车是为了赶路啊 所以没有多呆 但是呢 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给我讲述了他的这个遭遇 他的父亲是宗教领袖 这个名字啊 听起来似乎有点敏感 在60年代啊 因为他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穆斯林阿红嘛 所以 被打为宗教反革命 关进了这个甘肃省监狱 不信的是 进了监狱以后 他们就再没有见着父亲 他父亲在监狱里饿死了 当时甘肃省饿死的人 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这个现象啊 饿死了 饿死以后又过了六年 进入文化革命 甘大爷就讲述了 父亲去世以后呢 在六年就是进入文化革命 这段时间以后呢 好不容易 他们也长大了嘛 进入文化革命以后呢 灾难又降临了 他们被 认为是 反革命 宗教领袖的家庭 的后人 所以又遭到了这个 磨难吧 一言难尽啊 我还是请干大爷自个儿说吧啊 我们是明朝末年到这个地方 明朝末年 清朝世界 泛乱年时间干嘛 就逃跑了 泛乱是指的是那一次 这就是同志年间 同志年间 回名 海民 互相裁判 那一段时间 那就是说吧 你父亲 他是五八年 五八年嘛 是因为 明朝 明朝 宗教分子 那时候是不是 宗教 不管啥教 只要是宗教的 都为 犯队的 驱递的 或者宣押的 就是 那当时就把他 因为他是阿虹嘛 对吧 就用文化嘛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 那就是 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就把他直接抓到 五百年抓到监狱 去干出生 把他抓监狱以后 就是把他判为民族宗教分子 九个四到监狱了 最后是 六十年 六二年 六十年 六十年 正常人这个 不疼嘛 把个监狱的人 对对对 白帮子 你看 嗯 我把他给民主照 放在柱子上 放在柱子上 哦 你知道 空气呢 你知道 你知道 嗯 你这都 裂着色归 来 那后来 那后来 八二年登上台半个公斤就平坏了 谁平坏了? 八二年平坏了 是多少年过去 八二年平坏了 那算是就没有这个 帽子了 才就吃饱了 那是把农民人非不当人吗 棒着刁啊 那是政府的人吗 还是公安局的 已经法中的农民大农民 哦对 他教些人来大少数 这是泛国民分子 法中的农民大农民嘛 为啥我跟郑州上说 人家是盖血灯的人 从他是让我们吃饱了 吃饱肚子了 我们能省虫了吗 不然我就坚持 我们这人干不整个一个 躲得很啊 省虫不下去了 嗯 我坚持就好像就 哎呀 对 害天无怒 害地无盟嘛 对 就成为那个样子 我从那个言谈中啊 听出那个老人啊 对吃饱肚子这件事啊 非常看重 我呢 这是一次偶遇 一个穆斯林阿红的这个后人的遭遇 而我开始讲的那个江阿红啊 是在这几年之后我接触的一个阿红 那个高大的白洋坡清真寺啊 还有那些清一智学的那个未来的那个年轻阿红们啊 和这个之前的我所见的这个大爷啊 这么一对比啊 也看得出两代阿红啊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的经历吧 多的我不说啊 有图像说话 至于您怎么理解啊 这就看您自个儿了 我今天就把这个故事啊 讲到这里 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 关于两个阿红和阿红家族的故事 谢谢大家